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孩子多喝这个汤 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有营养 记得收藏哦 丝瓜去皮后切成滚刀块 一定要用盐水给它泡一泡 这样丝瓜就不会变色发黑 油热下入三个母鸡蛋 开小火给它煎至八面金黄 然后切成孩子嘴巴大小的块 下入丝瓜 把丝瓜炒至断生 每天分享做菜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关注 下次想吃不会做的时候 随时都能找得到我 再倒入鸡蛋 加入滚烫的开水 才能锁住营养 大火煮个两分钟 调味放盐鸡精 一勺虾皮提鲜 撒上点枸杞 继续煮一分钟即可 汤鲜味美 简单又好喝 你也做起来吧